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夫汽车的兵型金刚分享的时间 这是我们1583集 这给大家做魔方推出的MP级别 大小的这个Dark Lord 黑暗领主致敬到黑色OP 然后可以看到人物卡 连字体的话都变成了狂拍的配色 我在当初做原色版本的时候 我没有去留意到说 它后面的这一块替换零件 如果是这个一个洞的 这是可以搭配MP44的货柜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两孔的 就是可以搭配这个是MP10的货柜 那因为我没有买44 所以今天把10的货柜呢 就一起拿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展示 搭配起来大小比例 我觉得是还蛮合适的 OK应该说OP的卡车头 还是需要一个货柜的 其他的小背键的话呢 做个简单的分享 首先能量辅的话呢 变成了红色 先前原色版本的话呢 是这个是透明黄 双枪感觉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不同 那多附带一个可以替换的头雕 这个头雕应该是1.0版的 我觉得这个头雕 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了 可能拍完这一集之后 我会把它长时间换上这一颗头雕 卡车头的部分呢 我们就先带入这个组合的零件 这个中间一个洞的组合位点的话呢 是for MP44使用的 那如果MP10的话呢 就装这个黑色的两个孔的 那它的话呢 其实这两个部件呢 如果都拿掉的话呢 本身还是可以透过中间这个地方 去做个结合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靠这个 我之前做这款原色版本的时候呢 我说一定要靠这个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这款原色版本的这个烟囱啊 这里已经是有点松了 你可能的话呢 不知道是我个人的通病还是怎么样 我就算把它拉出来之后呢 往左右转一下啊 它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是很 还是不怎么样 那这个黑色的版本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啊 我这样子碰一下碰一下 它支持力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呢 还是没有改善 就是它的后照镜的这个部分 在原色版本这个地方很松啊 黑色的话呢 好像在这方面也是没有加强啊 依然的话呢 是偏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前方的这个电镀的话 倒是都很漂亮 都是可以很明显的 把这个前方给映射出来 所以我今天特别有多穿衣服 那它的前方的这个透明部件 跟这个车灯都是同样的一个零件 所以红了就是红的啊 卡车的形态来说 由于是黑色的关系 它上方的话呢 反而 我们对比一下 比方说原色版本 上面有一些红色的色差 黑色还是有一些啊 但是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了 那么它的一个车门 是可以打开的 从这个地方打开 当然里头啊 是乱七八糟的零件 那借位啊 一个方向 看起来就是车门又打开了 呃 我觉得吧 黑色版本的话呢 各方面在变形过程中 是感觉手感比较偏紧一点 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这款 呃 原色版本 啊 其实这款我玩很多次啊 拿来变形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那先前在做这一款的时候呢 有一位网友在 影片下方留言 B站的 他说呢 啊 尽管有很多 呃 MP级别的OP啊 G1造型的OP 那 魔方这一款的话 他觉得是他 啊 把玩次数最多的一款 那如果以我自己来说 啊 G1造型的OP 呃 我觉得吧 我自己最喜欢的 最常把玩的 其实还是美版的MP10了 那 那款真的是杰作啊 价格当时买也很OK 那如果以第三方来讲的话呢 尽管有很多也是很优秀 各有千秋的作品 但是魔方的这一款的话呢 我还是觉得 在变形上确实是 啊 比较能达到一个抒压的效果 来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Duck Law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烟囱 把它收下去 因为我忘记要的几率实在太高了啊 我们先把腿部给变完 这个部件翻出来 然后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可以先两侧都打开 这里的话呢往上挑起来 它有一个组合的卡扣 先把它给翻出去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挑起来 把这个地方松弛出来 再来的话呢 下盘 这个地方 什么下盘 下方这一块部件啊 可以稍微的去把它给拉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把它这个部件收进去 这里 翻折上来啊 整个收进去 那这里 错位错开来啊 这几个部件稍微写出一个特殊的角度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给按到内侧去啊 把它按到内侧去 这块部件呢 本来是在这个的外侧 现在到里头去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在这里啊 因为空间最大 可以趁这个时候呢 把它的脚呢 给旋转一下 那脚这个地方记得啊 这里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啊 有点黑啊 看到不是很清楚啊 这样双动关节 推一下啊 这样子 把它给整个给推上去 到这个形象 好 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部件 塞到小腿内侧去啊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这里里面还有两层隐藏的部件 一层 两层 然后就盖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给缝补起来 用缝补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 它的这个小腿 这个地方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 把它给撕开来一样 到这边 这里也是一样啊 扣上去 脚后更可以往下压一些啊 增加它脚后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力度 那腿的这一侧的话呢 就算变完了啊 不对 还有这个部件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这个部件翻出来之后呢 啊 是相当有效的啊 可以把这整个部件的往内 压得更加贴合 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那这两片部件翻出来 方便我的话呢 扭上来 把它整个给扭上去 这边屁股啊 记得要翻一下 那我们这一侧 腿的话呢 变形是一样的啊 先把这个地方给挑开来 这里 它是有一个凸 扣到这 翻上去 各位看到 我的手很干燥啊 今天台湾天气是非常干冷的天气啊 那这个地方松弛开来 下面啊 推出来 到这边啊 有一个特殊的角度 然后这里有个连接杆 那连接杆要往下推 往下推之前 先把这个部件都给收进去 收进去 好 再直接的转过来 可以看到啊 就这样子 然后可以把它给推进去啊 其实是很流畅的啊 非常的幸运流水 那这个地方啊 已经完全是松开的情况下 我们把腿呢 给转好 这个地方 转上去到这里 好的 没错吧 那我们把这个腿的话呢 这里 里头有两片部件 哎哟 哎哟 翻开来 然后呢 这里 往上叠上去 缝补这两个字 来形容它 那另外一侧 内侧 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没有什么难度啊 没有什么难度 那最后腿的部分 就是把这个部件 给压下来 下盘的变形呢 就算是OK了啊 来上半身的变形 觉得这个画面 真的是非常可爱啊 我们可以先把这块部件 给往上面挑起来 这里的话呢 两侧有两个组合的卡扣 把它给松开来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是内部 有两个部件 把它给翻出来 然后整个部件呢 做一个大翻转 先到这就行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是把它的一个车头吧 这里 这里 刚扭一下 它已经错开了 这个部件翻出来 那整个把它往后面挑出去 跳到最后方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胳膊的 胳膊可以先翻出来了啊 这个车门稍微打开一下 胳膊从内侧 把它给解放出来 那我们手的话啊 刚才手也先变完好了 手这块部件 这个地方挑起来 它本来挑起来之后啊 这里有个凸 扣进这个洞 现在把它翻起来之后 先把拳头给翻出来 然后本来是这里 扣这里 现在配成后面这里扣这里 所以把它往前推 推过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件 先折进来 好这样 填补这个空洞刚好 然后呢 拳头转到这里 这里压下来 刚好 这个胳膊就变完了 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 这门先打开 这个手从里头翻出来 然后呢 这整个看到没有 本来是这里 扣在这里的 我们把它给掀开来 然后呢 把拳头给翻出去 然后呢 这个 本来它够它不要了 我们换这里扣后面 这里扣过来 到这边 这一块 折进来 这边下去 手这样过来 OK了 胳膊的话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 两侧 转开 然后中间这一片部件翻上来 然后呢 脑袋从后面翻上来 翻上来的时候呢 连同这个部件一起上来 头翻转个 180度 再来怎么样 把它的 这个车子的前方 这个部件 做一个翻转 挡到门的话 还是 就门往后面退一下就行了 到这里 好 接下来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咬合的一个 关节在这里 我们由这里往这里 插栓 斜插进去的 也不能说斜插栓 是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 组合的一个 一个零件在这 我们这样 前后错位开来 前后错位开来 好的 把这一块 给整个的 单独的给拿出来 好 到这里 整个拿出来之后的话呢 把它翻转180度 再把它整块的 翻转180度上去 好 这两侧的胸口给打开 稍微有点干涉 无所谓啊 因为这个玩具容错率比较高 整个给塞进去 好的 那再来把这个地方 往侧边打开来 这里 可以折进去 然后的话呢 这里再翻折进去 那再把它的整个 再给翻到后方去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也先变完好了 这样子 翻过来 这折进去 再折进去 然后翻转到这边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的一个背面 背面就是 就是这个形象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把 这个部件转过来 应该是说 肚子这个侧边 整个给翻上来 那我们这一侧 从这个镜头各位看 这样翻上来 翻上来之后把它往上面推一点 往上推 推到底 胸口的话呢 可以盖起来了 胸口可以盖起来 然后呢 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 这个部件就是 这里 有一个斜下去啊 我们把它给 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 把它这样子啊 记得 灰色先上去 黑色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斜插进去 这个部件往上翻 到这里 然后这里整个往前面 往前面推过去 这里有一块 小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 因为太黑了 实在看不清楚 那我这里的话 我多打 多打了一盏灯了 因为实在太黑了 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前后是这样子的 这样 后面包过来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背包组合的时候呢 这两片部件啊 要记得把它的这个凹洞 是要翻出来这里的 我们要这个地方 两个黑色的凸啊 再次提醒 稍微扣一下 好的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腰身的话呢 由这里 透过这个多重关节 把它扣上去 这个腰身的这个关节 目前为止 我这款还是比较紧的啊 当然也不排除 是因为新的玩具 所以它比较紧实一点 原色版本的话呢 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啊 这款玩具的话呢 原色版本我玩的次数比较多 它已经稍微有一点松掉了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款Ducklord 从卡车头到机器的那个变形过程了 那我们对比一下本体啊 稍微知道一下也就行了 因为大家对于黑色的OP跟原色版本的OP的配色 都是很熟悉很熟悉了啊 就看一些它的一个细节 它的眼睛的话呢 是血红色 那么我刚刚有提过了 之后的话呢 我应该会把它换上这个头调 我还是觉得这个看上去比较好看一些 那它的一个手臂平举 360度的转动 这里的话是有齿轮关节的啊 玩具白动手的时候会震动 这个就有很高的一个加分了啊 它的二头肌的话呢 是在上方这里可以转动 手肘这里还可以转动 然后因为冲动关节的关系 所以它的拳头的话呢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那手指的话呢 也是每一根指头呢 都是单独可动 而且是算是超可动手啊 它这个手指头的话呢 不单是可以这样动 它还可以单独做一个旋转啊 那关节的紧实度的话呢 也出乎意料之外的OK 非常的扎实 这个手指头推动起来的感觉 反馈力度是非常好的 那握持武器的一个紧实度 也是非常的OK 那关节的紧实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部分目前还算可以 腰身可以旋转 裙甲两侧后面前面 前面的话呢是直接靠腿 直接往前面踢到底啊 膝盖的话呢是弯超过于90度 那么这一款呢OP有一个主打 就是它的一个可动是非常惊人的 那它的这个地方是因为有多了一块的一个旋转的一个关节 所以它脚踢到特别的高 往后踢的话呢 是比较受限到裙甲的关系 有点小影响 那它的这个裙甲的话呢 由于这一片跟这里会互相带动啊 所以它掰造型的时候呢 有时候掰过头之后呢 要把这个地方维持好看的话呢 你要稍微失点力再把它调整回来 那当然如果你有很好的一个去调整这个角 你看 踢上去 回来的时候你看到吗 这个走光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怎么样 后面的裙甲的话呢 把它给掀开一点 让它整个推出去 你再捏住它 再把它调整回来啊 可能你会面临到这种窘境 当然这个都是很小很小的毛病 问题都不大的啊 那本身我还是蛮喜欢魔方的这一款 这个OP的模具 你看它变形上面来说 真的是比较简单的 直觉上的话呢 可以完成它的一个变形 我已经有好一阵子吧 可能应该也有 虽然前一阵子长玩 但是也可能有一两个月 比较忙碌就没有拿出来掰了 但是这个 记忆点还是比较强的 那本身黑色配色就是另外就是一个重度粉丝 粉丝会去考虑的一个配色 如果你已经拥有原色版本的话呢 黑色版本入不入其实都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做怎么样一个分享啊 原则上大体上来说 做工上是没有什么腿部的啊 就维持着跟原色差不多一样的一个水准 那都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